純粹自然而帶激烈感 賦予說話裡 幸運神獸精靈 與神之連結 持成時尚藝術空靈界的簽詞 JQ是一個原創的時尚藝術主導品牌 獨在的風格融合 I call it fusion 可是...呃... 我要講那一國語言 有點難轉 內現在 嗯...我的風格剛出來的時候 受到Madonna和Medicaga 這些名人的造型設計師所喜愛 所以他們就 常常拿我的東西去 拍攝媒體之類的 那Honestly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是自己一個人把品牌做起來 It's hard to believe 但是是真的 我的故事是蠻struggle的 然後我在沒有任何人的幫助下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backer沒有sponsor的情況下 要把一個品牌做起來 如果不是在紐約的話 那麼機會真的是不可能的 Yeah 所以說 因為我在紐約 所以我有這個機會 恩...得到這些 歐美名人造型師所推崇喜愛 那世界百大的活動當中呢 他就是說 恩...要選十位 在我們的accessory的section 他選了16個設計師來報導 但我的爺爺 拜託 一定要讓他們選到我 接下來呢我也被珠寶雜誌 那你知道 時尚珠寶 時尚藝術珠寶 珠寶 有飾品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在紐約的話 大家都是像一個concept designer 所以他的東西是比較 概念性的conceptural 他不是什麼真金白銀 他或許也可以是 但是大部分他的material 都是屬於鍍金啊 鍍銀這種 因為他比較要展現的是 他的張力跟他的藝術感 跟他的時尚的衝擊性 所以...恩...這種東西 是依據每一個城市 他不同的訴求 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文化 因為我們後三年世界百大設計的活動呢 都是在意大利展出 所以就被這個珠寶雜誌 選了...恩...這個活動 他還是...就選我一個 那去跟其他的世界上 其他九位有cultural influence的 女性珠寶設計師一起 讓我跟他們在同一個報導上面 那他的主題就是說 十個珠寶界中的珠寶 就是代表每一個不同國家的文化 那我就是代表中文文化囉 像...恩... 下個學生的小愛好畫 這是另一幕 就是時尚的熱情夢想 勇闖紐約時尚界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加州 恩...已經...畢業了在新浪網 做電線設計師 那我從來從小時候 大家就是希望我當 fashion designer 因為後來到美國念書 就沒有想過走時尚這一塊 所有的人都是覺得 你一定要學 computer 之類的 所以我才走上 graphic design 所以...恩... 真的是在... 畢業之後 我在先讓我實習 每天我就是... 你說會戴戴手套啊 戴戴帽子啊 然後每天呢 那個工程師 女生喔 都很厲害 但是她每天就是穿白色的T恤跟牛仔褲 然後他們看到我都... Jade... 你來這裡做什麼啊 Jade... 你應該成為 fashion designer Jade... 你應該要追求... I mean like...Jade 你應該 become fashion designer 那... 我那時候呢... 呃... 就是看了 Project Runway這個節目 沒關係啦... 告訴你們我多大於沒關係啦 反正都這樣子了 那...呃... 我覺得就是... 好像周星馳的那個電影什麼... 就被點來了 真的一點都沒有錯 然後我很感動 他們就是... 呃... 就是這個設計師 參加比賽為了自己的夢想 然後... 呃... 得到那個... 冠軍之後 就可以有Foundly去開自己的... 品牌的公司 那在... 那個... CINA 老闆就是... WEEK 就是有時候會請吃飯 請大家吃飯 然後... WEEKEND就是去海店 有時候去打電動的地方 就是DAVEN BUSTER 那... 我那又有一個小貓 然後又有一個... 不錯的跑車 然後又住在一個蠻好的地方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可以這樣退休了吧 那... 呃... 就很糾結啊 因為... 就心裡的火被點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 現在不去追求我的夢想 難道我要等到七老八十的時候 我才來... 才來就是後悔說 我當初沒有去嘗試嗎 Not even trying 就是真的 你... 你會很對不起自己 於是呢 我就買了one way ticket one way ticket 就是隔天我check... 嗯...Parsons 剛好... 然後... Parsons的課了 因為對時尚熱情夢想 勇闖時尚界 講了一點都沒錯 在少數華人可以立足的時尚圈裡 憑藉中心融合的原創與寓意 賦予時尚藝術之底蘊 運用金屬、寶石、打造、點綴 裝飾全身的珠寶飾品 是的 我的第一個collection就是 裝飾你的眼睛、鼻子、嘴巴 再慢慢的跟你們分享喔 對時尚熱情夢想 指是你 或者是你